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 容易一点的话题 一个小技巧 这个技巧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已经写好了一段代码 写好了一段代码 这个代码是画一堆散点图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看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由于它散点图特别多 特别多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的密集 我们为了看清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大 然后放大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图片还是有点密集 还是有点密集 有些地方还是仍然是看不清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就用这个图片上提供的一些工具 在这个工具栏里面这些工具 我们都可以用来去观察它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用这个用来放大 用来放大 比如说我放大这一块地方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很多我们之前看不到的点 我们都能够看到了 我们再可以放大一点 我们又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再放大一点 好,又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放大一个图 然后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细节 好,如果我说我想回到上一个放大过的图片的时候怎么办 我可以按下这个后退键 back back to previous view back to previous 然后再回退 然后还可以 再有 再有 看回去 看回去 好,再回退 再回退 或者说直接回到最初时的图形 当然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调节这个图形的显示状态的 就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图形压缩一下 把这个图形压缩一下 或者说底部的压缩一下 或者说左边压缩一下 或者右边压缩一下 或者调一下 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调节都可以尝试 好 如果说有时候呢 我们还想保存这张图片 怎么办 保存这张图片的话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save的figure 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给其他的程序使用 比如说这是我保存好的图片 photos 这个是我保存好的图片 你可以把它粘贴到其他的程序里面 比如说word 或者说pbt里面都可以用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编辑项 你可以给这个图形加个名字 scatter 三点图 然后y的x坐标呢 和y的坐标也都可以调 ok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scatter 我们调一下x y的坐标 把y的坐标呢 调到-0.1 max呢 调到1.1 nabel呢 调成x 然后y的呢 最小值调成-0.1 最大值呢 调成1.1 好 你用一下 我们看看看到这个图片也有变化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调整好的 调整好的一个图形 大家可以多尝试利用利用上面的这些工具 特别是当这个图形很复杂的信息量很大的时候 这种放大的缩小的这种功能就很好用 非常好用 今天的课程比较简单 大家就随便用一下就可以了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以后的时候再碰到这种很复杂的图形的时候 你能有办法去看就可以了 好 今天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